根据一则香港信报的报道指出 中国工程院院士乌赫全出席一场论坛演讲时 谈及华为事件就说了 华为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即使对其他企业不给予支持 也能够对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工具进行不断的完善 他说在中央处理器CPU方面 华为买的是ARM的VA永久使用权 可以消化它的东西也可以修改 华为实际上已经很熟练的 掌握ARM的设计以及架构的修改 因此也不见得非要ARM再继续提用V9 华为就可以对它进行升级 谈到安卓操作系统的影响 他说华为自己也可以做操作系统 希望鸿蒙能够兼容安卓 让APP照样可以使用 但目前还没有进入市场大规模使用 因此有待考验 如果不能够支持这些APP 那么将来境外的用户就会受影响了 华为将近一半的市场还是在境外 根据上周BBC的报道 表示取得ARM内部的消息指出 将暂停华为授权将带给华为根本性的冲击 ARM的处理器授权主要包含三个项目 分别是指令器核心以及改进与调整 指令级是ARM处理器的硬体设计 逻辑核心则是实际的处理器设计图 让华为可以透过逻辑与设计图 请代工工厂制造出所需要的晶片 而改进于调整纸的是华为可以在ARM的设计基础上 自行研发处理器或是进行自己的处理器优化 基本上华为三星等品牌都已经累积了自己的技术 因此可以在ARM的架构上自行研发处理器 而根据胡锈网的报道 华为可能已经取得ARM VA指令级的永久授权 因此就算ARM停止与华为合作 华为还是可以研发ARM处理器 然而处理器的演进快速 华为可能没有办法跟上脚步 至于预计下个月要发布的麒麟985处理器 应该不会受到ARM停止合作的影响 因为已经进入大规模制造的阶段 后续的处理器则有可能会遭遇困境 算不算ascon车 好 比较几较 几辰 往下